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停止受理有关产品报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联说 开松如果传入大陆将会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当局已经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 要求台湾完善植物检疫管理体系 强调措施是科学合理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资料显示过往多种台湾水果 包括菠萝和金骨等等 也因为同一个原因被暂停进口大陆 而回来只在今年6月已经恢复进口 内地国家安全机关不够半个月 再迫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 涉及国家部委干部 国家安全部通报指 39岁性确的疑犯在日本留学期间 因为办理去美国的签证 结晰美国驻日本事馆官员泰德 并且因为对方请客吃饭 赠送礼物等等 双方关系变得密切 其后泰德请确性疑犯协助赞写论文 承诺支付稿会 又介绍同事李冠给他认识 确性疑犯留学结束之前 李冠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 东京站人员的身份 招揽确性疑犯为美方服务 并且要求他加入中国核心要害部门工作 通报又指确性疑犯曾经和美方签署参叠协议 并且接受巧合和培训 而他回国之后按照中情局要求 撤发进入中国某个国家部位工作 在境内和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触 提供情报并且收取间谍经费 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疑犯进行间谍活动之后 依法展开审查 目前案件仍然正办中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中国公民在境外要设实提高防范意识 自觉抵制可疑人员的利益诱惑 避免因小失贷多入犯罪心愿 而在今个月11日 国安部通报的美国中情局间谍案 就涉及军工集团人员和军事敏感资料 和今次一样 都是在外国留学期间 避免方招揽 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在北京 外交部就美日韩领袖 早前在大卫营 在南海问题批评中方 以及在台海问题表态 提出严正交涉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戴卫营会晤 在台湾涉害等问题上 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须意调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转发点财经新闻 商务部预计今年服务进出口 将会录得增长 当局会加快出台政策 优化商营或营商环境 当前随着外部需求减弱 风险挑战增多 规则竞争凸显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应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我们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规模 将保持增长 我们将推动出台关于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 本港通胀连续三个月回落 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通胀率是1.8% 比6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 基本通胀率是1.6% 按不同消费品分类 烟酒岸年升幅18.4% 电力、燃气和水升近一成 以理升幅6.6% 内容物品跌3.3% 政府发言人说 7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维持在温和水平 电力价格按年继续急升 但升幅已经被年初显著放缓 整体而言 通胀在短期之内应该会持续温和 外围价格压力应该会进一步减退 本地营商成本或者会随着经济复苏 而面对一些上升压力 但短期之内预料大致维持温和 有发展商说 近期市民入市置业考虑因素比较多 楼市表现仍然要视乎本港的经济情况 以前市民选房的时候 市民选房是相当快的 但这两个礼拜大家都看到 其实我们的同事都做得很辛苦 因为市民相对楼房来说 考虑多了 程序方面都慢了 虽然想拥有自己的居所 但在楼房方面来说 都会比以前慢了一些 如果下半年经济是好转的时候来说 当然楼市都会有一个改善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好转 我觉得楼市都会在这个水平那里 其他新闻 大栏隧道口早早有两架私家车伤撞之后 其中一个私家车司机落车 背后面一架货车撞到受伤 送远之后死亡 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而隧道往九龙方向一度全面封闭 涉事货车事发之后停载在大栏隧道往九龙入口 右边车头损毁 部分零件松脱 手提电话车时等杂物散落一地 货车司机被带上警车 警员登上被撞司机的私家车调查 又查问另一架涉事私家车的司机 事发是早上大约六点半 两架私家车员大栏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 过了收费停之后相撞 两架车之后驶到被车处 一个53岁司机下车了解的时候 后面一架货车怀疑收制不及将它撞到 他受重伤送往仁制医院治理 之后证实死亡 涉事32岁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扣查 受事故影响大栏隧道往九龙方向一度全线封闭 之后实施单管商情行车 期间出九龙的车龙一度延伸到近港铁赶上路站 事发三个几钟后管道才全面恢复正常行车 不少司机遇上交通意外之后都会落车了解情况 并且同对方尝试调解或者等候警方来处理 过去亦都发生过有汽车相撞之后 车上面的乘客落车在公路等候期间 被后面来的车撞到的意外 有专家就说若果在高速公路或者隧道里面遇上交通意外 司机应该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落车 交通意外没有人受伤 应该就要尽快打着四货灯 双方就要停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而要下车的时间 记得乘客和司机都好 一定是要在车的左手边下车 左边是一个安全性比较大 譬如路肩行人路避车处 而你右手边下车会从其他车里有机会会碰碰 他又说马路不时会有意外发生 驾驶者经过亦都有机会受到波及 但所有人都有责任留意前方路况 以免分心造成伤害 无线电视记者周章峰报道 警方在今年上半年接获的网上救物骗案 涉及金额合共近一亿 警方计划在年底之前推出可疑指标警示机制 防止骗图利用转数块犯案 网上救物方面 但同时危机处处 警方今年上半年 录得近4,900宗网上救物骗案 比上年同期上升超过冷城 損失金额大约9,500万 急增1.6倍 涉款最多的一宗 一个女人在网上买宠物的时候 被骗图已收取行政费等不同的借口 被人骗走600万 而过去两星期 已经征破266宗网上救物骗案 涉款350万 拘捕50人 由15至52岁 警方说近日留意到 不少的骗图假冒买家 恶清想买名牌货品 并且以虚假的入数收据 制造成功入数的假象 以握走价值几十万的名牌货品 或者讹清不小心转账多余的款项 要求对方退还额外的费用 往往如果是涉及淡票档和找钱档的案件 我们看到损失金额一定会大 还有如果要找钱的话 其实金额都可以去到几十万那么多 其实买家应该要留意可用结余 是不是真的有增加 避免单凭入数纸 又或者是一些账面结余 看到增加就以为是过数成功 警方又说骗图多数用转数快 作为主要的收款途径 已经就此加强和银行界的合作 计划在年底之前 推出第一阶段的可疑指标警示机制 将防片伺服器的资料 和转数快的系统配对 以识别可疑的用户 我们在这个转数快的过程中 是会在他们的手机 是弹出一个警示 而这个警示是一个清晰的警示 去告诉市民知道 他将会想转数的一个户口 是在我们的防片伺服器 已经被标签为高位有伏 市民就可以通过这个提示 想清楚计不继续去做这个转仗 警方又提醒市民 应该关注一些信誉良好 和开业年期比较长的商家 和尽量应该选择当面交收 确保可以收到货品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先让我吃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回来新闻时间 先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收市报17623点 跌327点 总成交超过1085亿 提提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腾讯控股跌7元 盈富基金跌3.3仙 阿里巴巴跌1.3 恒生中国企业跌1.2 中国平安跌1.6 美团跌2.9 又帮保险跌2.25 南方恒生科技跌7.8 香港交易所跌10元 比亚迪股份跌6.6 再看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煤与风控股跌1.5仙 又帮保险跌2.25 中国移动跌5.5仙 香港交易所跌10元 香港中华煤气跌3仙 恒生科技指数跌84点 报3923点 提前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49点 法国击指数升85点 德国击指数升124点 其他新闻 加拿大多个地区的山火持续 总理杜鲁多决定派军队到卑斯省协助救灾 而居民加紧疏散之制 两处主要伙头合并威胁更多民具 总理杜鲁多星期日发声明 批准卑斯省请求联邦援助的要求 正调动军队和提供资源 协助疏散居民 以及进行其他物流任务 联邦政府会继续提供所需援助 并有少量降雨加紧灭火 当地官员说 已经建立25公里长的防火带 但是预计天气将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 再度转暖 有风同变得干燥 相信居民短时间内都未能够重返家园 加拿大正经历有记录以来 最严重的山火季节 预计目前被焚烧的土地面积 超过14万公顷 等同于一个纽约州的大小 无线电视记者 何英杰报道 热带风暴希拉里吹袭墨西哥 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之后 移向美国加州 当局警告会带来灾难性洪水 希拉里是84年以来 第一个吹袭加州南部的热带风暴 美国国家预风中心预计希拉里 会为多个地区达来70至150毫米的雨量 某些地区甚至会达到250毫米 可能引发水浸和泥石流 加州州长刘失母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超过4500班航班移误或者取消 多项运动比赛延期 胜跌过同洛杉矶的学校停伐 美国和南韩展开联合军演之制 北韩领袖金正恩视察海军部队 内界分析相信有关举动 只在回应美韩联合军演 北韩军方潮中社星期一报道 领袖金正恩视察一支海军舰队 他登上一艘警卫艦 观看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 同了解军舰武器装备和战备情况 报道说军舰迅速继续目标 过程没有发生任何失误 金正恩高度赞赏军舰的表现 说军舰已经作好经常性战斗动员的姿态 又要求海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 并不断提高实战的能力 潮中社的报道并未提及 金正恩视察部队的具体时间 但日媒分析相信 北韩发布这个消息 是为了回应美韩联合军演 美国和南韩星期一凌晨 启动代号月支自由护盾为期11日的联合军演 将重点演练快速进入战时状态 南韩韩联社报道 除了海陆空三军之外 美国本土和驻韩太空军将会首次参与联演 并可能出动B1B战略轰炸机等等的战略武器 南韩军方说双方将会动员数以万计的士兵 规模是力离最大 平壤早前就批评美韩军演 是在为核战进行彩排 演习开始前一日 韩联社引述南韩警方报道 早前有怀疑北韩黑客组织 针对这次的联合军演 发起电子邮件攻击 被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系统拦截 暂时未发现有军方情报被窃取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轩报道 澳洲将会豪支17亿澳元 折合大约85亿港元 为海陆空三军配置新型高科技导弹 包括为海军买超过200枚战斧巡航导弹 离澳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 全球第三个拥有战斧导弹的国家 根据澳洲国防部的军救计划 海军的霍巴特级驱逐艦 将搭载射程1500公里的战斧对地攻击导弹 空军也会将向美国购买60多枚先进空对地导弹 而陆军就会为权击手战斗侦察车 配备远程反坦克导弹 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 俄乌战争显示了储存军备的重要性 较早时候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 澳洲军方库存的导弹数量和种类都很少 一旦发生严重冲突 几日内就会耗尽 澳洲也准备再向美国购买2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令澳洲拥有的海马斯数量达到42套 而美国就会在两年内协助澳洲自行生产海马斯 中国海警船月初在南海 对菲律宾船隻发射水炮后 美国、日本和澳洲都表态支持菲律宾 据菲律宾官员透露 美日澳三国今个星期三 将会在菲律宾以西的南海进行联合军演 参与的包括美军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 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 和澳洲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 无线电视记者 袁子麦报道 上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百分之1.8 机场上个月旅客融赐超过380万 按年6得8倍增长 外地不够半个月 再破获美国中情局间谍案 大家好 我是林可盈 上个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百分之1.8 较6月跌0.1个百分点 基本通胀率也未跌到百分之1.6 各类项目以烟酒类的升幅最大 上升大约1.8 其次是电力、燃气和水泪升近1成 医理、外出用线和外卖、交通和住屋等 升幅介乎大约百分之0.7到6.6 内浴物品和基本食品就分别录得百分之3.3 和0.1的跌幅 政府发言人说通胀维持在温和水平 只望将来 哀维加价压力应该会进一步减退 本地营商成本或者会随着经济复苏 面对一些上升压力 但是短期内预料大致维持温和 香港机场上个月 录得超过380万人次旅客 安年录得8倍增长 按月就升近1成半 每日平均客运量超过12万人次 回复到疫情前的六成 机管局说 所有类别旅客都按年大幅上升 以来往东南亚 内地和日本的旅客升幅最显著 飞机升降量同期超过24000架次 按月升百分之7.4 按年更加升一倍 货运量按月增加百分之1.7 按年就增长百分之3.8 以出口货运录得最明显升幅 按年增加一成二 往来北美 中东和欧洲主要贸易地区的货运量显著常识 内地金融部门说 要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但是内房财务危机持续 有大航担心 内地今年经济增长未必达标 人民银行联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和中国证监会上星期五开会 指出内地经济复苏 呈波浪曲字式推进 需要用好政策空间 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稳定性 要加大财款投放力度 用资成本稳中有缸 又提到要调整优化房地产顺态政策 不过接连有内房企业出现财务危机 有大航担心会拖低经济复苏步伐 税人原本预期内地今年经济增长 可以超额达标 但考虑到房地产活动下行加剧 以及外需据败药 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5.2% 降至4.8% 低过中央5%的目标 明年预测也都降至4.2% 税人说房地产活动败药 不单止是限制工业产品需求 同时制约地方政府开支 以至是基建投资 另外由于房地产占居民家庭财富的比例 达六成甚至更加高 担心负面的财富效应会抑制居民消费 调低预测的还有巴克来 经济增长由原先的4.9% 调低至4.5% 继上星期调低政策利率之后 预期人行短期会再出招 调低存款准备金率25点 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 调成相信中央政府不会像2008年和2015年 大水万贯刺激措施 认为是导致现在楼市供应过程 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增的原因 不过目前正正需要类似的大规模措施出台 提振信心 虽然未有调低5.4%的经济增长预测 但认为存在下行的风险 母亲电视机者吴杰晶报道 国台办公布 即日开始禁止台湾芒果进口大陆 海关总署公布 近期在进口的台湾芒果里面 发现检疫有害生物 同时停止受理有关产品报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年说 害虫如果传入大陆 将会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当局已经向台湾有关封面通报 要求台湾完善植物检疫管理体系 强调措施是科学 合理 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资料显示过往多种台湾水果 包括菠萝和金骨等等 亦都因为同一个原因被暂停进口大陆 而芳荔枝在今年6月已经恢复进口 毅地马拉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曾经表态要和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 候选人亚雷·瓦洛胜出 在北京外交部说 希望毅地马拉新政府作出正确决断 主张反贪的总指运动党候选人 亚雷·瓦洛当选总统的消息传出之后 有亚雷·瓦洛的支持者 在首都毅地马拉城的广场庆祝 有支持者说亚雷·瓦洛会是一位好总统 并且会结束国内的贪污问题 64岁的亚雷·瓦洛在星期日第二轮投票当中 获得近六成选票 击败前第一夫人托雷斯 毅地马拉最高选举法院宣布 亚雷·瓦洛胜出总统大选 亚雷·瓦洛在胜选之后 感谢每一位投票的人 形容胜利是属于所有毅地马拉人 今后他会团结 毅地马拉人一起打击贪污 毅地马拉是现时13个 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之一 亚雷·瓦洛在6月的时候 曾经表明若果当选将会寻求和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 但他之后说无意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在北京 外交部再次强调一个中国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正确选择 我们希望毅地马拉新政府 做出符合本国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 发言人说 近日毅地马拉各界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纷纷表达了期待和中国建交的迫切愿望 充分说明发展对话关系 符合毅地马拉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心声 无线的自己者梁永生报道 内地国家安全机关不够半个月 再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点案 涉及国家部委干部 国家安全部通报指 39岁性确的疑犯在日本留学期间 因为办理去美国的签证 结晰美国驻日本事馆官员泰德 并且因为对方请客吃饭 赠送礼物等等 双方关系变得密切 其后泰德请确性疑犯协助赞写论文 承诺支付稿会 又介绍同事李冠给他认识 确性疑犯留学结束之前 李冠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 东京站人员的身份 招揽确性疑犯为美方服务 并且要求他加入中国核心要害部门工作 通报又指确性疑犯 曾经与美方签署参叠协议 并且接受巧合和培训 而他回国之后 按照中情局要求 撤发进入中国某国国家部位工作 在境内和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触 提供情报并且收取间谍经费 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 疑犯进行间谍活动之后 依法展开审查 目前案件仍然正在办中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中国公民在境外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 自国抵制可疑人员的利益诱惑 避免因小失贷多入犯罪心愿 而在今个月11日 国安部通报的美国中情局间谍案 就涉及军工集团人员和军事敏感资料 同今次一样都是在外国留学期间 避免方招揽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呈前往南非 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并且展开国事访问 习近平应南非总统拉马覆萨的邀请 将会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议 今届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 金砖国家预非洲 主办方邀请超过60个国家预会 预料金纳申成员是讨论重点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方将会推动金砖国家 成为七国集团的全方位对手 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 正式申请加入金砖机制 包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印尼 另外有分析认为 纳入伊朗、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 将会被西方国家 视为占纳中俄两国盟友的举动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到实物时间 两个男人昨天在北角钓鱼的时候 怀疑争毁发生争执跌落海 其中61岁男人死亡 而另外一个人涉嫌扬杀被捕 警方今天派蛙人去到北角码头守正 警方下午派蛙人到场 潜入码头下方海底守正 北角码头有渔船上陆货 以往是不少钓鱼爱好者的罪隔点 但是桥等和附近一带 未见再有人钓鱼 警方说星期日下午 两个男人在码头西桥桥等位置钓鱼 怀疑因为争毁发生争执 一起跌落海 上岸之后再起争执 再次跌落海 其中一个66岁男人自行游上岸 并且报警说 不清楚和他争执男人的下落 消防到场之后 游水底救起一个男人 送完抢救之后证实不治 大浪隧道口 早上有两架私家车相撞之后 其中一个私家车司机下车 被后面一架货车撞到受伤 送远之后死亡 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隧道往九龙风向一度全面封闭 涉执货车事发之后 停载在大浪隧道往九龙入口 右边车头损毁 部分零件松脱 手提电话车时等杂物散落一地 货车司机被带上警车 警员登上被撞司机的私家车调查 有查问另一架涉事私家车的司机 事发是早上大约六点半 两架私家车员大浪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 过了收费庭之后相撞 两架车之后驶到被车处 一个53岁司机下车了解的时候 后面一架货车怀疑收制不及将他撞到 他受重伤送往仁制医院治理 之后证实死亡 涉事32岁货车司机 涉嫌危险驾驶被扣查 受事故影响大浪隧道往九龙方向 一度全线封闭 之后实施单管商程行车 期间出九龙的车龙 一度延伸到近港铁感上路站 事发三个几钟之后 管道先全面恢复正常行车 不少司机遇上交通意外之后 都会下车了解情况 并且同对方尝试调解 或者等候警方来处理 过去亦都发生过 有汽车相撞之后 车上面的乘客下车 在公路等候期间 被后面来的车撞到的意外 有专家就说 若果在高速公路或者隧道里面 遇上交通意外 司机应该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下车 交通意外没有人受伤 应该就要尽快打住四货灯 双方就要停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而要下车的时间 记得乘客和司机都好 一定要在车的左手边下车 左边是一个安全性比较大 比如路肩行人路避车柱 而你右手边下车 会逢其他的车道 有机会会碰碰那里 他又说马路不时会有意外发生 驾驶者经过也都有机会受到波及 但所有人都有责任留意前方路况 以免分心造成伤害 无线电视机者周章峰报道 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美食博栏 来到最后一天 有市民把握机会到场收拾平货 有参展商就说已经达到销售目标 美食博栏未开场已经有大批市民来排队 不少人带被手拉车和行李商来掃货 一千左右 因为最后今天是进来看看 有没有最后博杀清场那些特价 第二次来的了 已经来了一转了 今天多了人来的 好像大家都目标一致 想着到最后大家清场 应该会有劈价 趁下而闹 没有预算 看到有什么就买什么 有相反说 这几天见到多了市民买 好像串烧鱼弹 佛跳蝉等的熟食 但是就少了人买罐口 或者包装好了的货品回家 由于今年恢复市食 相反生意教育其好 令到整个整体气氛很开心 所以每个都很享受 其实我们的目标 已经达到我们每天 其实那二千个鸡煲都有 烧情都很理想的 乐观的 因为数字上我们都没正式做一个统计 但是我们目测的话 比去年会好 由参战商减价促销 当做广告宣传 最后一日美食拔篮在夜晚六点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罗卓锋报导 政府就中环艺瑞会现指的营运征求建议书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邀请非牟利机构提交建议书 由春年4月1日开始 营运、管理、保养及发展艺术会现指 即是中环夏阿尼北道2号南座部分地库 地下全层、一楼及天台 装文化艺术用途为期三年 有兴趣的申请者需要在10月20日下午5点半之前提交建议书 现在的营运者都可以参与 艺术会会指前身是牛奶公司仓库 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 今年4月1日获政府逐租一年 同一座建筑的北座租了给香港外国记者会 今年1月1日获逐租三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Flower las mageord Individuell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交 tri pilo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